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 先来看2011年4月30日 连神法王卢盛宴 在香港连峰堂 谈到了密教供养的口诀 你在供养的时候 几乎等于是在修忍入 因为你没无量无尽的供养 无量无尽的供养 什么都可以舍 什么都可以舍 就是无畏失 就是忍入 所以单单一个供养法 它本身就包含了六度 六度 那布施本身就是供养法 慈戒 就是你把它清净了 所有的食物清净了 包括你自己的身口欲清净了 就是慈戒 不施慈戒 忍入 你可以把最好的东西去供养 拿最好的东西去供养 就是无畏失 就是忍入 你每天修供养法 就是精净了 智慧呢 你懂得供养的智慧 让诸佛翻新 就是智慧 你在供养法里面 你也必须要精神统一 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仪轨 那个呢 就是禅定 所以不要我们小看 密教的供养 其实涵盖了所有的法 谢谢 谢谢 所以有很多人忽视了供养法 就忽视掉 我每天要供什么呢 没有什么好供的 对不对 大家觉得说 供养法就把它麻糊掉 其实供养法 涵盖了密教所有的法 涵盖了六度万行 所以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做供养 做供养 像 这一次来 这个雷鸿一 雷鸿一在吗 雷鸿一 雷师兄 雷师兄在 他跟我这个讲说 他要做一个戒指 那 这个钻石加起来是十克啦 钻石加起来是 十点七克啦 十点七克啦 我现在戴在手上 戴在手上 实在是太夸张 然后戴在手上 太夸张了 太夸张 夸张了也不错啦 夸张也不错 这个做大法会的时候 戴一戴 还可以啦 你平时戴这个出去的话 人家注意你的手 要很小心的 尤其是 很多那个 马来西亚不可以去 马来西亚 尤其是那个柔和州新山啊 我要去到那里 这个戒指不但不见了 连手指都不见了 那还麻烦 谢谢 那谢谢他 这是他供养 他供养师尊 这个十克拉多 那么我们现在呢 也用这个戒指 供养所有的 诸佛菩萨 经当复法 通行诸佛 不会不会不会 没关系的 这个皮刮破了也值得 这个戒指 钻石戒指 你以这个钻石戒指 作为观想 那么观想的时候啊 要观想虚空中的云 那么云呢 就变成一个平的 房金的台 房金的台 那么房金的台上面呢 就有这一颗戒指 那么这一颗戒指呢 在布满整个西空之中的 房金的台 然后我们供养 腰子积木 供养诸佛 菩萨 金刚 父法 空心诸天 都念西米 四周 印日月 法族珍宝 供养佛 种种珍奇 诸功德 宵夜 数数 正普体 欧养佛 欧养佛 咖啡 一大目 菩萨 男懵 免沙 拉 看 你也得 喇 他們都有接受了供養 接受了這個十克拉的 他將來 因為你供養完了 你不要想說 將來佛菩薩會還你這個十倍 不過你有了這個供養 主要要是金母翻洗 所有諸佛翻洗 所有十方世界 所有的諸佛菩薩 金剛附法空行諸天 全部翻洗 你的所有的上師翻洗 根本上是翻洗 那你就會得到加持 謝謝 就會得到加持 所以供養便沒有損失掉 不會損失掉 帶還是我在帶 但是諸佛接受到 你全心全意的供養以後 雖然有些便不是說 你拿diamond來供養 或者是房金來供養 你沒有 但是只要你用的東西 你都可以供養 你深口意都可以供養 身體、口、意念 任何一個你喜歡的東西 你都可以供養 只要令你的本尊、上師 所有的佛菩薩、見屬 通通都翻洗 你所得到的呼報 將是第一大 只要他心中產生翻洗 讓所有佛、見屬、翻洗 讓所有的腹法、金剛、翻洗 讓諸天、翻洗 讓你的根本上師、翻洗 你就得到最大的加持 剛剛已經講了 什麼是六度萬行 你修供養法 就是六度萬行 有形的供養 所謂財師、法師、無畏師 就包含了六度萬行 各位觀眾 台灣雷造寺七月份 連身法王盧聖宴 親自主談護魔法會 主尊有金剛亥姆 淨土三尊、風財菩薩 這都是首次利益眾生的殊聖護魔法會 請您把握佛園 詳情請殿 給你點上新燈 今天我們節目這個階段 應觀眾要求 要特別為您播出 連身法王在印尼 參與盧聖宴文集 推廣系列活動的精彩內容 這是經過了17年 連身法王盧聖宴 在2011年2月18日 再度來到印尼 盛況空前 我們一起來看這一次 轟動又成功的印尼行 我們一行人 由印尼大登文化的工作同仁陪伴 從台北飛往印尼雅加達 就連在飛機上 連身法王盧聖宴 都受到粉絲的愛戴歡迎 對一個人不具什麼意義 我的心存在 輸的一頁一頁之間 那就是貢獻給大家的真理 而我們知道 這或曾印尼的同門 17年來熱切地盼望 終於等到了世尊佛駕印尼 連身活佛抵達機場之後 媒體也風文而至 這次來印尼西亞訪問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說一下嗎 這要是千星 就是灑印 灑印那個布 另外呢 還有就是說 到各個雷仗室去看看 這次這本書內容講什麼 可以稍微的介紹一下嗎 這個是寫這個喔 一個人進入禪定以後 他得到這個心靈上的提升 然後到更高的境界去 主要是心靈上的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去 謝謝 那這次來印尼西亞 其實之前你對印尼西亞的印象是怎麼樣 那這裏是很熱的一個國家 很熱的國家 那出產了很多的水果 那麼印尼西亞的人都是非常的熱情 那麼希望到這裏來呢 看看所有的地獄 那麼享受一點陽光吧 OK 那這次來印尼西亞第一天 那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們電視界前面的觀眾朋友說一下 祝福這個印尼西亞 國運昌隆 風調雨順 那麼人民安樂 一切吉祥 OK 好 謝謝 謝謝 中少親親愛去 臉底是火 臉底是火 在火腹之下 面還要是你 一日一日一日 情節照去 我手有一心好重 我一身都一心 我一身都一心 在黑之上 我一身都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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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了我男人的追悼 奔向你命运 喜劲也藏出 少子引擎排出 永迪生活 永迪盡苦 此次連生活佛歷臨印尼 印尼的各大報 包括蘇北日報 綿蘭遜報 印廣日報 國際日報 新洲日報 四水國際日報 商報 社會快報等等 都有報導 在2月19號 印尼大登文化 舉辦盛大的盧盛燕文集書展 以及簽書會 地點是雅加達最旺最大的 胡雞廣場 平時星期六日 人潮就高達了兩三萬人 現在我們就趕快來看 連生活佛抵達 雅加達簽書會的實況 在簽書會中 雅加達副審長也歷臨致詞 他說盧師尊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作家 他很羡慕盧師尊解脫煩惱 寫的書能夠幫助眾生的心靈 每一個宗教都可以看盧盛燕文集 而這一次出版印尼文的 《諸天的階梯》 這本書名非常有意義 令他很想看這本書的內容 他也歡迎連生活佛常來印尼 在雅加達簽書會現場 也開放媒體發問 有人問連生活佛 有沒有機緣常駐印尼 有機緣的話也要在印尼常駐 現場的朋友又問 可否未來把印尼之行 也寫在盧盛燕文集當中呢 好的 我這個 在我的著作裡面 當然一定會寫到印尼 因為我覺得印尼的陽光非常的好 那麼人啊 那麼人也非常的熱情 他又是千島之國啊 Sousen Island Country 他的這個風光啊 非常的明媚 我以前就寫過這個 這個燕子東南輝 那麼我到了印尼的時候啊 也有寫到那個巴黎 Island Solo Solabaya Yagata Mano 然後 我很喜歡印尼的兩條歌 對啊 一條就是 Mengawa Solo 一條就是 傳歌 現場的朋友又問 吳師尊除了寫書以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興趣呢 那我這個是高中的時候 HIGH SCHOOL的時候 開始喜歡寫文章 那麼我自己的這個 興趣也很廣 我本來要選擇兩種來學習 一個是音樂 一個是美術 那麼音樂方面啊 我就想學鋼琴 但是鋼琴啊 一般來講起來只能夠自團自圓 如果要表演鋼琴秀的話 必須要把鋼琴抬到這個台上 而且要有很多的人 那個機嫌很少 所以我就選擇畫畫美術 我就畫了很多的畫 畫了很多畫 現在掛在牆上了 那些畫素我畫的 那麼我也很喜歡跳舞 但是因為現在是和尚 所以不能跳舞 不過我很喜歡這個 印尼的各個種族的那一種舞 我看得很喜歡 謝謝 連生活佛盧聖燕在雅加達千書會場 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 同時也現場揮毫寫下了 大燈放光芒 因緣不尋常 寫書四十載 度眾更勉強 真愛也不悔 無影無蹤 隨時不願 依舊彼是你 在死眼中 各位觀眾 台灣雷造四 七月份 連身法王盧聖燕 親自主談護魔法會 主尊有 金剛亥母 淨土三尊 風財菩薩 這都是首次利益眾生的 殊聖護魔法會 請您把握佛原 詳情請殿 049-2312-992 盧聖燕的一生 挫折 打擊 毀謗 總是不間斷 她是如何走過 她是如何自在 盧聖燕文齊最新著作 逆風而行 隆重登場 詳情請殿 049-2312-992 我們剛剛看到 連身活佛在印尼 雅加達簽書會場的盛況 由雅加達副審長 和立法院民意代表與會 同時法王作家盧聖燕 為《諸天的階梯》 這本書簽書 在第一天 共簽了600本 第二天 同樣在湖姬廣場 聖尊連身活佛 更是簽了720本書 創下新紀錄 愛是經不足的風 我們要換手 你只能說天啊 愛卻不散 將到白夜的風 慢慢來 不停 你還要不停 你還要不停 隨時不停 你還要不停 你還要不停 在雅加達 盧師軍 還到這裡的書店參觀 盧聖燕文集 在印尼 能夠有這麼多愛護的讀者 真的感謝所有的工作同仁 和義工 這本之尊 他們就別的中派的最喜歡 他是覺得這本書 其實也想要 對 就是講了 他的歌什麼很好 內容 他內容很好 他們看的就是說 從這本書 他們很喜歡這本書 有得到很多歧視 法王作家盧聖燕 在第二天的簽書會 同時賜墨寶 給蘇北第一旅爺同鄉聯誼會的 張國元主席 勉勵贊助他們的慈善意脈活動 當天更一一的加冕 在這段期間 為盧聖燕文集 參與說書擂台的書迷們 聯生活佛基1994年之後 第三次來到印尼 主辦單位非常認真策劃簽書會 之前還設計了許多 推廣文集的活動 度了很多人 印尼的真佛弟子 不但年齡層降低 更是人數最眾多的 雛人的愛絕對不散 居然的愛絕對不散 千萬千萬萬等 天問我 recession 仍然的愛絕對不散 像生事來愛絕對不散 神萬萬… 神萬 coronavirus 許願無щ對不暖 我们刚刚看到的盛况是 2011年2月19、20两天的 雅加达签书会 值得一提的是 印尼密教总协会刘玉琴会长 特别安排贵宾晚宴 宴请法王作家连生活佛 与宗教界和侨界贵宾参序 这一次的参会 气氛圆融与团结 与会的有 印尼佛教信徒代表大会 周立英主席 印尼宗教部佛教司长 不敌史迪亚万抗力 印尼佛教协会饶世新主席 日联正宗朱元胜主席 美都电视台总经理 印尼佛教协会谢华安副总主席 印尼佛教协会许国赵副秘书长 印尼佛教会中爪哇分会 林万金会长 印尼佛教总会许德群秘书长 等等贵宾 习间连生活佛与贵宾们相谈愉快 大家感受到卢师尊的亲和和风趣 是一次难忘的参会 为什么连生活佛所到之处 都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欢迎呢 媒体朋友也是很好奇的 现在我们把镜头来看印尼美都电视台记者的访问 昨天有去这个新出发部会看到这么多人那么热情的 在就是道场去出示范围 这个地址越来越多 那么地址也很热情 就像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太阳一样 那么热 所以你觉得印尼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 印尼当然是比较热的 当然属于东南亚的国家 是不是听你的阶语 可以说一下内容在讲什么 这个内容本身是一个心灵上的修养 那么经过这个禅定以后 可以寻坐这个佛教的三境 异界 色界 无色界 那么这样子把自己的心灵一直提升到无色界 甚至于超过了三境 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修行以后呢 它可以振到一种果位 可以讲诸天的戒梯 就等于是说每一个梯子都是一个果位 那进到这个我们一般人 很难想象到的 这样子佛教的那一种果位 古诗中算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作家 就是今年代到现在 已经发表超过两百本的书 是的 你最主要你写的书在讲什么 各个部分都会有的 好像有些弟子问我的问题 我就在书里面回答 还有关于这个社会的事情 生活上的 这个习惯上的 宗教上的 我就在书本里面写了 也是有写关于风水 风水也有 那风水也有 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怎么看这个风水 佛教有分两部分 一分是属于世间的 一分是属于出世间的 那么风水是属于世间的 也就是说 风水好的话 这个一切事情都会很顺 风水不好的话 一切的事情就变得 都是好像逆作用 一种逆 就是说不顺 很多事情都不会顺 所以讲究风水的话 就是在讲究人间本身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啊 这个智慧啊 还有什么样子 都会受到影响